老和尚及其令,早已两年排班,在山门宫后瞻眼传世大甲,当瞻眼传世向老和尚言,想在此借宿,没想到老和尚说在三天前,即公国佛恩师已向老和尚言明。 与某日某时,有台湾的点传世之将到庙来,能传给你超生了死的姓法,届时可教寺中弟子求道,但不可勉强,大道之书胜乃有原者得知,故老和尚今早带领弟子打扫内外,迎接沾点传世的来临。 再见一天晚上,老和尚召集寺内弟子时说,老和尚曾于一百年前灵性已能离开肉体,志气借各天游玩,有一日进南天门,他想进南天门到礼天,却被不把守南天门的四大金刚挡住,严兵要进南天门,须有三宝之一正方可。 而老和尚修持乃弘扬其执法门,自然不懂玄关在何处,口诀为何集合同如何报时,所以不能过去。 老和尚当下来问四大金刚,如何才能过南天门,四大金刚告知现金白羊应御,须在人间求得一贯之三宝心法,方能超气度里打本还原。 老和尚回到人间后,更加强自己的修持,平常不经意接见陌生人,也很少不出四条大殿,希望有一天能求得大道。 然而在一百年前大道上位同船,台湾人都无法求到,黄润远在泰国偏远地区,人间寒至的深山。 更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一位,年龄238岁的高森,而现在台湾各组前人被雨点船师飘扬过海。 大道方能在泰国偏远,而当老和尚也名,本身要在明日求道时,四中大小和尚也都要求到,打超声聊死。 故而当山点船师飘扬传神,到山上到十秒时,便在尿中赶到,全四的大小森女接求道,更证明现金白养地区,大道五,古传为有求道,方能超声聊死躲在云南。 泰国高森238岁,还有他的众徒生都一直留一棺大三宝新,台湾过去的点船师,花一重的单位来换到,到了书上。